南韓將會在2021年4月正式向公眾展示 該國研製的KF-X戰鬥機的原型機 給原定的計劃要提前幾個星期 報導說,現在KF-X戰鬥機首架原型機 正在最後組裝階段 南韓自2015年開始就一直致力發展KF-X戰鬥機項目 準備用這款4.5代戰鬥機取代現役的美製F-4和F-5戰機 KF-X戰機在四川市組裝工廠組裝 將會分批次生產KF-X戰機 最初會生產6架Block-0的原型機 之後會進行大約4年的試驗 每一批次的戰機性能都有望提升 KF-X的研發案由南韓主導 引尼之後加入成為合作夥伴 自行研發戰機的構思 早在2001年金大宗做總統的審已經提出 2015年7月15日 南韓和印尼在首爾簽訂合作協議共同開發戰機 目標是研發一款單作雙發動機的多功能戰機 具備比歐洲台風戰機和法國疾風戰機優秀 但是低於F-35的養營能力 綜合能力是4.5家代戰機 而且要比現役的KF-16優秀 南韓希望可以在2023至2030年間進行採購 在採購數量方面 現在的總數是168架 分別是南韓120架和印尼48架 南韓國防科學研究所 當初提出了兩個系列 一共10個構型的設計概念 基本上都是採用雙發動機和單作設計 第一個系列是採用水平尾翼的C-100 之後可以再分為C-101、C-102和C-103的三個構型 第二個系列是採用歐洲式鴨式前翼部局的C-200 也有C-201、C-202和C-203的三款構型 C-102和C-202都可以再分為單發動機的C-102 有C-102E和C-202E 有內置彈倉的C-102I和C-202I 以及雙座的C-102T和C-202T 而最後獲推薦的兩款型號分別是C-103和C-203型 最後無論是哪一款獲選 都會以三部Code來發展 最後C-103設計獲選中 KFX的目標是Block-1的雷達截面積達到歐洲颱風戰機和F-A18EF的水準 Block-2達到F-117的水準 最後的Block-3將會達到F-22和F-35的水準 現在正在計劃生產的都是Block-1 在體積方面 KFX將會介於F-16和F-15之間 就像當年台灣的京國號一樣 由於韓國本身缺乏研製現代戰機的能力 所以就算是自行研發戰機 都一定要外國廠商協助 例如KFX將採用通用電器的F-414K-1發動機 而雷達等航電設施 真是由韓國國內的廠商負責 但是以KFX的技術指標和成本來看 研發KFX是否一個在軍事和經濟上正確的選擇 首先 KFX Block-1的性能定位以4.5代加戰機為標準 雖然機身有影響設計 但是武器都是掛在機翼之下 隱形性能有限 按計劃 KFX在2026年會投入量產 但是在這個時候 第五代戰機好像F-35這些已經是廣泛服役 即是說KFX未服役已經是落伍 不單是性能落伍 KFX的成本一定都很高 因為KFX生產的數量非常有限 平均成本將會非常高 按韓國的計劃 2032年韓國空軍將會擁有120架KFX 而引尼將會採購48架 這個產量在現代戰機來說都算是很少 除非有大量的外國訂單 如果不是很難將計算研發成本在內的總成本降低 那麼KFX在國際市場上究竟有沒有競爭能力呢? 這個就會比較弱 因為KFX雖然比F-36V這些4.5代戰機先進 但是造價可能比F-36V貴很多 如果論戰力 KFX就遠比不上F-35這些第五代戰機 KFX是高不成低不就 如果有能力的國家都會買F-35 財政能力不強的國家就可能會買F-16V這些4.5代戰機 由於KFX是用大量美國技術 可以出售的國家都是美國的盟國 可以買美製F-16V這些戰機 再加上韓國製戰機沒有實戰經驗 除非好像印尼那樣想加強本國的航空技術 拿到技術轉移 如果不是實在沒有什麼理由 讓其他國家去買KFX 韓國國防分析研究所也曾經表示 韓國本身就是不具備開發新型戰機的技術 而且向外國客戶銷售KFX的可能性十分之低 這樣會令韓國需要消耗大量資源在這個計劃之上 另外,國防分析研究所都對韓國國防科學研究所提出的計劃成本估算提出質疑 根據韓國防衛事業廳的估算 KFX計劃的開發成本將達到6兆韓元 但國防分析研究所指出該計劃成本可能會高達8.5兆韓元 國防研究員李柱鏗的報告指出 KFX的傳售期成本將達到10兆韓元 即是92億美金 是外購戰機的兩倍以上 這樣計算 KFX的單位造價將會是頂級配備的F16的兩倍 和日本F2戰機遇到的狀況類似 所以,KFX又是一個韓國民族主義的產物 在軍事和經濟上都不是最佳的選擇 韓國空軍用KFX去面對北韓空軍當然沒問題 但KFX在面對俄羅斯和中國這些鄰國的空軍 就顯得性能不足夠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開了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令我可以製作更多更專業的軍事影片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和Medium 最重要的就是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